直到伤心总是难免的 你又何苦遗忘情深 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 何必在意那一点点万丈 1989年以一首《梦醒时分》 红遍大街小巷 自身歌手陈淑华 窦镜都会女子新生 当时专辑销售一举破百万 奠定巴黎年代歌坛填后地位 已经淡出演艺圈二十几年的她 最近近况一丝破光 镜头前笑得灿烂 演员逃霸逃传阵 脸书上铺出一张合照 写下天娜遇见野生陈淑华 她连名字都改了 只见照片中神似陈淑华女子 气色看起来不错 让网友近乎不已 当年陈淑华歌声无人能及 首首都是经典 但在妈妈过世后 似乎打击太大 走不出圣母之痛 陈淑华突然消失歌坛 直到2007年 被媒体捕捉近况 当时她盛行销售 戴着眼镜留着长发 五官没有太多变化 不过看起来有些憔悴 如今演员陶传阵 开心分享 补过野生陈淑华 引起热烈的讨论 但事后她回应是假的 只是长得有点像 不过不管 是不是陈淑华本尊 一张照片勾起大家 对昔日华语歌谈天后 慢慢回忆 等待室友谣中心 最后报告